这一到冬天呢很多老铁都喜欢吃雪鱼炖豆腐 那么这个雪鱼炖豆腐怎样做 汤鲜味美 这个汤这还特别卤白呢 刚从菜市场买了两条不带头的雪鱼 先是给他解冻 然后用剪刀给他清理一下 里面这个黑木人啊一定给他洗净 接下来把雪鱼全部给他切成小段 我要前面大豆腐 咱们给他切成大糊片 接下来咱们先把锅烧热 然后加入凉油 有热之后咱们先把锅润一润 然后给他倒出去重新加入凉油 这就是热锅粮油 这样煎鱼他不容易粘锅 咱们把雪鱼一块一块的下锅 小火慢煎 这样把雪鱼煎一下 汤这特别卤白 而且一点都不行 咱们把鱼煎至两面定嘎至 然后加点葱酱和大料 然后咱们加入沸腾的开水 没过鱼的两倍即可 最后把大豆下锅 开锅之后把浮沫给他撇一下 然后加入半小勺的精粘 扣上锅盖给他炖八分钟 听目前的大哥大姐 四十八鱼小胖就差一个公斤就上夜门了 有的话就给点了一个吧 小胖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出国之前加半小勺鸡精 少许的胡椒粉 倒个小沙锅里 吃的时候再撒点香菜沫 那小味等一下就上去了 寒冷的冬天弄上一锅 这高地能喝涩而了 最后还是那句话 关注小胖每天教你做一道家赏菜 感谢大家